不可能你把它說出來的東西 它不是語言文字 這樣同學有辦法了解這一段嗎 那這一段講到 無苦極滅道 也談到 還沒講完 這個天台宗智者大師 他在對於這個四種四體 就是障空別緣 做整理的時候 他說到 原教菩薩 就迷物的當體即十相 所以 觀迷跟物的對立 矛盾即非矛盾 而皆為十相 是菩薩道的完成 他是無作四體 也就是 上個禮拜跟各位同學講 你如果一直在道法上面 一直安住清靜正念正念 他就不是有所謂苦跟疾 那本身就是滅 而滅是沒有辦法具體說出來的象徵 所以這所有的一切就無作 他非有造作之心 當你真實的 當你真實的 在 所有一切心 著作我裡面 有無量四體 來幫助眾生 而內心呢 對法不執著 也沒有所得心 他本身就是無作 那也就是超越了 也就是無苦即滅倒 也就是圓滿了 不作四體 這樣四體法 有比較靠近的話 我們現況 所以看你某些人 人造的